台北市万华区昆明路内江街口一处人孔盖,傍晚一次瞬间降雨,人孔盖瞬间被雨水冲起,雨水也瞬间重呼形成喷泉,附近民众被这突如其来的景象吓坏。 卫工处表示,污水人孔盖发生气冲或水冲的主要原因是,大雨发生时,顶楼用户增建雨水管混入污水管,造成雨,污水混流。 雨水进入污水管渠系统水量大增,大量的雨污水流经后向汇流至道路的主次干管,使原存留在干管内的空气受到大量水流挤压宣泄不及,造成人孔内空气压力上升,大量的压力就使孔盖淡拖,甚至都飞起来了。 卫工处为了维护道路人车安全,去年开始已陆续将传统人孔盖更换成符合CNS标准的耐阳压污水人孔框盖,当下大雨时,人孔及阴影内的压力使人孔盖上浮最多2公分的空隙,利用排气原理,从空隙排出雨污水及压力。 而且当人孔内部压力减少后,孔盖又能凭整回复道框座内,不仅防止孔盖位移,并可避免不当开启或设施坠落,目前已完成2200多座。 万华区昆明路内将接口移触人孔盖,因暴雨发生水冲,形成有如喷泉景象。 图结自编书 分享